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由于阳为您播讲 不是王顺辰在北亭的屋舍 这是驶进京城的列车 比起在中原的熏风 西域的水土不易养人 四十岁不到的王顺辰明显的苍老了 脸上的皱纹是西域的风刀双剑留下来的刻痕 鬓角的斑驳之色是大漠长风带来的印记 西域十余载 王顺辰老了容貌老了身躯 就连剑术也老了 但王顺辰的脾气没有老 依然如年轻时那般 甚至如同江贵 年纪越长就越显得辛辣 因为不肯交出屠杀屯保七十余军民的凶手 伊犁河谷深处大小十三座城池 无论男女被王顺辰驱使北庭藩军尽数途径 他的凶名即使朝廷为之掩饰 也早传遍了天下 而在黑汉国中 王顺辰早就被视为火狱中的魔鬼来到了人间 这大石世界的魔鬼 九州中土的名将 现在正烦躁 多年养成的城府 让人看不出他脸上有何异样 但频繁敲击摇以俯首的手指 还是暴露了他的心情 三年前出城游猎时 被刺客用重弩射中小腿的窗疤 在中原的春雨中又开始发麻发痒 尽管列车的车厢比寻常马车大了许多 但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西域极目难尽的茫茫戈壁 崇山峻岭的王顺辰来说 眼前的这节五丈长一丈宽的车厢 还是显得太过狭小了 虽说这专列的布置并不奢华 却极尽舒适 不论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马车或是船只都远远比不上 这专列车厢中的安逸 只要有对比 任何旅人都不会对列车有何不满 只是几天来始终住在车上 再舒服的旅程都成了折磨 何况王顺辰还是喜游猎爱奔马的性子 当列车距离东京城只剩下最后的五百里 却停在洛阳站半天不动的时候 他终于忍不住了 不过这个忍不住也只是把车掌踢出去 让他去催促 毕竟是西京 毕竟是洛阳 王顺辰很清楚 这不是他能够像在西域时 那般能够随心所欲的地方 而且他也知道 把他挡住不能更换晚马的 是也要今日上京的文言博 车掌出去之后很快就回来了 在王顺辰面前汗如雨下 回流后 说是要等到晚上才能发车 嗯 王顺辰只是微微提了一点声调 这位车掌就瑟瑟抖了起来 阿爹 王顺辰的儿子王成寺突然出声 儿子的一声提醒 让王顺辰因怒意而坐直的身子 重又靠上了椅背 十几个儿子中 这一回他就带了这么一个嫡长子回京 自是看重和信任的 换上了一副平和的笑模样 王顺辰问 文老乡公 这是要搬家吗 即使文家要搬光家底去京城 也不至于占光了所有的专列和玩马 让他在洛阳站上手上一天 这是要给他这个武夫一个下马威 还是故意耽搁自己上京的时间呢 若是朝中有变 驰上半天就有可能满盘皆输 玄武门之变才多长时间呢 不只是陆国公 还有好几家都要上京 车长如同打摆子一般的将话说出来 说完脸上的血色也退了个干净 这话明摆着是说王顺辰资格不够 只能等到最后 几家 王顺辰脸上历时多了几分谨慎 能与文烟博先后脚 还压在他这个安息军节度留后头上 地位就不可能低 要做的事也绝不会小 朝局诡异难测 就像是大漠的天气 前一刻还晴空万里 后一刻就狂风卷杀遮天蔽日 这些在洛阳等死的老帮子 突然间进击思动 肯定是朝堂有了不小的变化 下去吧 王顺辰摆了摆手 这次回京 浑水也许要汤 但得先问明白了 才能汤啊 被王顺辰轻轻放过 车掌先是一愣 然后在王城寺的事宜下 行了礼就飞一般的逃开 专列的这届和新车厢中 现在又只剩下了 王顺辰他们父子二人 文官呐 王顺辰许久方是一叹 专列在文臣是义政重臣 才有的配备 武将要享受到同样的待遇 则必须是正任官的前三阶 也就是节度史 节度留后和观察史 王顺辰此时早已激功为 安息军节度留后 是军中诸多将帅中 少有的几位 能够享受单独的 八节车厢的将帅之一 八节车厢 如果是三等车厢 挤一点就能塞进四五百人 现在则全部归属于王顺辰 和一同随他东来的几十名从属 还有铁路方面派出来的 十几位服务人员 乘坐列车一路过来 看到王顺辰的专列 谁都要礼让他三分 在列车上 水总是烫的 饭菜总是热的 窗户总是正亮的 玩麻 总是精神最好的 但同时处在站中 有好几列的列车的时候 王顺辰的列车 也必定是最早发车的 就这么 一直到了洛阳 却不得不停下来 等着前面的文官先走 纵然已身居高位 统长万军 更曾屠城聂国 打得一国之军 割须气袍 但在区区几个文臣面前 却还是得避退三舍 换作是在西域 没什么人敢给他脸色看 北庭西域两大都护府中 文臣的地位远不如王顺辰 这位统长军政的武将 即使两个都护府都隶属干粮路 但官员任命前两统筹 军器补给的权力 其实都操持在正式堂上 近处的干粮路不到王顺辰 远处的朝廷又边长莫及 正式堂中还有一位铁打的靠山 要人给人 要物给物 王顺辰因而也成了货真驾驶的西北王 可在中原 他也仅仅是一名有功的将领 还是需要警惕的对象 稍稍桀骜一点 就是有个宰相做靠山 也压不下众论来保他 王顺辰泄气的靠在椅背上 对儿子道 去看书 考个进士出来 省得日后再受这般阿萨气 王成寺倒了一杯茶 端给王顺辰 在旁边坐下来笑道 儿子就要考 也只会考诸科 可不会去考进士 嗯 说来听听 被儿子顶了 王顺辰倒没有生气 这儿子从小就聪明 五岁开盟 十一岁开始 就在军营中帮着处理熟悟 甚至参赞军务 功课也没丢下 去年就成了秀才 文武双全 品貌也不差 处事虽然还有些嫩 王顺辰觉得 就是在京师之中 也没有几个官宦家的子弟 能跟自己的儿子相比 王成寺道 进士是天子门生 诸科是宰相门生 选哪个还用说吗 考上诸科 更得三伯之心呢 你三伯也是进士 王顺辰道 不考进士 怎么扬眉吐气啊 做了官 也是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 儿子可不想做官 儿子觉得做个议员 比做官更好 王顺辰心中不快 什么意愿 你三伯父拿出来骗人的东西 儿子也的确只是胡乱说说 王成寺虽聪慧 却难拖少年人的倔强 等到了京师 可以问问三伯父 三伯父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王顺辰瞪了他一眼 却不再多说什么 乱哄哄的专列 一列接着一列的出发了 王顺辰也在当天的晚上 离开了洛阳车站 一天半后 抵达了阔别已久的东京开封 车辆缓缓停下 到站了 王顺辰向窗外望去 外面是一条条平行的铁路 还有不知道多少节车厢或单独或集中的出现在这些轨道上 好像还没有 王成寺说着 让人叫来了车长询问 车长依然呈慌呈恐 前面举了红旗 洛阳过来的专列都在东京车站下车 站台上都给站满了 王顺辰重重的哼了一声 他就知道是这回事 王成寺向外张望 前后望不到头 车厢两侧也都是一条条铁路 这里是编组站 是东京编组站 车长骄傲的说着 比寻常的周城还要大呢 王顺辰的专列在洛阳编组站的站台上停了一天 他下来参观过 十余条并行的铁路组成了巨大的洛阳编组站 十几条铁路延伸向天际 轨道上货车车厢穿行如梭 仅仅是玩马都有数百千计 比起京师天阶还要让人震撼 但是比起为了消化掉五条干线铁路和七条支线铁路的运力 因而变得庞大无皮 占据了外阔城东南方向大半个角落的东京编组站 还是显得袖真了许多 而这些编组站不过是铁路上的小小的一个点 相当于大兵站而已 更加庞大更加宏伟的是覆盖向天下各路的铁路网 如果把天下所有铁路轨道里的里程加起来 干线支线怕是有一万里了 其中光是维护干线铁路 就把铁路沿线的乡军甚至下卫进军都用上了 而那些支线铁路也招纳了大量人力马匹 如此宏伟的工程是先代所难以想象的 在王顺辰现在看来 这宏伟背后不知有多少利益在其中流动 只是这些利益不是他这个武夫能够沾手的 阿爹还等吗 王诚思问道 下车 王顺辰知道儿子想说什么 既然到东京了 就从这里走 诺 王诚思高兴的答应道 坐了这么多天的车 他也憋闷坏了 车长文言大惊失色 刘厚 这边车来车往 按制度不可下车呀 难道本帅就得在这里耗上一天 王顺辰 微微笑着 眼睛里看不见丝毫笑意 车长惨白这一张脸 却还是努力拦在王顺辰父子的面前 小人不敢耽搭 刘厚的时间 已经联络了站里 车子这就会转到前面的小站台 刘厚 总共八节车 这么多人 若就在铁路上上下下 编组站里肯定会出乱子的 肯定会抱上正式堂 但这一句车长却没有敢说出来 这可形同威胁呀 眼前的这位节度留后 拿相公们没辙 拿自己撒气 却容易的紧 王顺辰没有发作 通行达理的问道 转到小站台要多久啊 很快很快 说是很快 但到王顺辰下车时 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了 王顺辰的随行人等 在王成寺的指挥下 下车卸货 行动有条不紊 王顺辰在小小的站台上 来回走动着 活动着在车上 变得僵硬起来的筋骨 走动间 就看见儿子在那边指派人手 眉宇间难掩得意和骄傲 王顺辰总是催儿子读书 其实在他看来 自家的儿子做将军也很合适 当然 最好的道路还是考进士 然后以文臣领军 就像张纯和韩刚一样 那就是载福可期了 王顺辰这回回京 是得到了韩刚的吉令 害怕耽搁时间 带回来的人不少 但东西不多 卸完行李 也没用上一刻钟 联络马车的车长 此时也回来了 他身后带着两个人 走在前面的中年人 让王顺辰一息眼熟 小人封相公命 特来迎接刘厚 哦 是计三啊 听到来人的话 王顺辰终于认出了他的身份 是韩刚的家丁 现在看样子是被提拔了 你怎么知道 我会在这里下车呀 是相公说的 韩府的管家说话很是爽力 车子就在外面 还请刘厚和大公子随小人来 相公正等着 刘厚随意的驻地 小的也安排好了 跟着他就可以了 听说韩刚在等 王顺辰自不敢耽搁 立刻抛下随从 带着儿子就跟着 走小路下了站台 站台后 一辆马车静静的停着 也不知等了多久 马车外观很是朴素 就连前面的顽马也是普通 只是稍稍宽大一点 但看清楚守在马车周围的十几个人 他的身子就是一颤 三伯父来了 身后的儿子轻声询问 带着几分激动 他只在幼年的时候见过韩刚 早没有了记忆 但当朝宰相 能与他父亲兄弟相称 这是王成寺最大的荣耀 聪明 可惜还差点稳重 王顺辰心道快步上前 车门在他面前打开 车中一人青山沙帽 正静静地坐在一张小桌旁 桌上一卷书册 显示王顺辰来过后才放下的 看到王顺辰 那人微微露出了一个笑容 从车上下来 回来了 王顺辰几步抢前大礼拜下 顺辰参见相公 嗯 就跟前日王顺辰对列车车长的反应一样 韩刚的回应声是不满的向上挑起 王顺辰立刻换了口吻更加亲热 小弟拜见三哥 嗯 韩刚这才点了点头 打亮了一阵王顺辰 最后展颜笑道 在西域终于打磨得像个样子了 王顺辰也轻松地笑了起来 三哥倒是没大便呢 老辣 韩刚摇摇头 又看向跟在王顺辰身后的王成寺 这是喜哥 王顺辰在旁道 如今大名叫成寺了 王成寺方才跟在王顺辰的身后 偷眼瞧着这位名扬万邦 全如帝王的三伯父 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 远比自家父亲外表要年轻 没有想象中的严厉 而是更加亲切 看不出是天下文明的宝学洪如 也看不出是能力天子 绝大事的权相 但王成寺一想到眼前的这一位 刚刚学了伊尹 把不学好的皇帝给软禁了 所谓放太家于同宫 又召集了天下众臣名秀 共义大政 其权柄与天子相仿佛 就忍不住心中的激荡 大丈夫当如是 他上前带着激动的颤音 之二 成寺拜见伯父 韩刚一把将王成寺扶起 仔细看着他 好 好 听你爹说过 帮他参赞军武 还拿了一个秀才 文武双全 王成寺不好意思的 结结巴巴的道 只是处理一些小事 不敢说参赞 秀才也是在西域 不敢与中原氏子比 行万里路 胜读万卷书 见识是靠死读书是读不出来的 你能有这份经验 可比多读几年书的香秀才 要强得多 韩刚轻拍着他的肩膀笑道 什么都好 就不如你爹的面皮后 王成寺脸更加红 王顺臣哈哈大笑 三哥这话可不对 小弟只是实诚 不耐烦谦虚来谦虚去的 你呀 韩刚指着王顺臣笑着摇头 又对王成寺道 你爹与我情通骨肉 可性命相托 所以相互间说话坦诚 不虚伪事 这与外人说话不同 以后有什么想说的 想做的 尽可直言 跟你爹一样就好 王成寺连忙点着头 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韩刚见状又笑了起来 对王顺臣道 先上车吧 三人上车落座 外面一声边响 车厢随之一震 车轮路路向前行去 转出编组站大门 马车上路 周围的声音就大了起来 韩刚开口问道 回来后感觉如何呀 一路上都急着走 没多看 只觉得变了很多 都不敢认了 前几天经过关西 从龙幼到京兆 城里也罢 乡下也罢 路上看到的人 一个比一个穿戴的光线 气色也好 开国这么多年 也就这十几年 关西百姓 才过上这等太平安乐的日子呀 不过见韩刚轻轻摇头 王顺辰又道 还有 就是感觉京师 现在跟水塘一样 什么水都流进来了 韩刚顿时笑道 是被堵在编组站 不让进站的感想 王顺辰抱怨 乱七八糟 太多人了 也是没办法 既然要他们进京 就只能忍受一下 经过洛阳出发的列车 因为这一天 蜂拥上京的列车 不得不耽搁了行程 这事 韩刚是知道的 否则也不会在这边 等王顺辰了 尽管铁路运输的路线图 未留下了临时发车的冗余 但这一回 跟着文言伯从 洛阳上京的老家伙们 还是太多了 足足十几个人 虽说他们都没有文言伯内等的地位 可一个个也是资历老 关系深 过去朝廷能仗着天子之威 把他们压在洛阳 不敢乱说乱动 现在彻底解放开来 可都跟经浙后的虫子 一支支的不安分起来了 而这些乘坐专列上京的大人物 也没有必要的时间观念 硬生生的在车站磨时间 更是破坏了正常的铁路运营 为了协调好这一日的运营 能够推后的都推了 王顺辰只是被牺牲的倒霉鬼中的一个而已 最近的事知道多少啊 韩刚又问道 即使是在马车里面 外面还有嘈杂的干扰 王顺辰还是压低了声音 三哥 当真把关架给关起来了 不能说关 不过差不多了 韩刚自嘲地笑了笑问 景盛 你打算怎么办呢 三哥既然要我回来 肯定是要用到我的 三哥尽管吩咐 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王顺辰的回答干脆无比 眼中充满了信任 他确信 韩刚不会害他 要你做什么 其实是为了张你这张虎皮 吓下人 韩刚笑道 可少不了你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直天下》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